Hello,大家好,今天这支视频呢是要跟大家review两款GHD的产品 其中一款呢就是他们家的纸板夹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家的吹风机 那其实我今天的这个发型呢就是用GHD的纸板夹去完成的 如果你还没有看我如何打理自己的头发那支视频呢 赶紧去观看一下吧 我先说一下纸板夹好了 这个纸板夹我记得还是之前在fuelunit.com买的 那他们之前呢是可以寄出国外 现在好像是不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其他的网站上找找看 哪一家网站是可以寄出国外 那我当时买的呢就是这个限量版 所谓的限量版呢其实也就是颜色的不同 那我买的这个是一个淡粉色 它现在有出很多不同的颜色 最近好像有一个是叫Vintage Pink 那个颜色也很好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不妨去看一下新出的那个颜色 我觉得还不错 那这个纸板夹呢我入的是这种窄板的 也是很多同学问我说 Bobby你买的是哪个型号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型号的 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呢 只知道它有窄板和宽板 我在salon用过宽板的我觉得不是特别容易上手 尤其是夹卷发的时候 因为这个纸板夹呢它是强调可以夹直发 也可以夹出一个卷发 所以我觉得这种窄的呢自己用的话会比较方便 另外呢它的这个里面是陶瓷 所以在夹的时候呢不会这么伤害头发 我不认为它100%不会伤害 因为任何的加热产品呢都会伤害到头发 可能它的伤害程度 因为它的这个质地关系没有那么重罢了 所以在用这种加热工具之前呢 一定一定要喷上抗热喷雾 最起码自己觉得舒服一点 不会伤害到秀发 像我自己呢就会很保护头发 因为一旦发质不好呢 我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得很糟糕 还记得很久之前呢我有拉过直发 那个时候还小不是很懂 那拉完了之后呢就觉得那个发尾的地方 就像稻草一样 哦真的是那段期间超气的心情非常不好 所以索性呢我就去把它给剪掉了 好像话题又跑远了 回到主题上它的质量很好 到现在为止呢我都觉得它跟新的一样 就是时不时呢要清理一下它 那我清理它呢通常都是用宝宝的那种湿巾 然后去做清理去擦拭一下 这样子呢就能让它永远保持的新兴的感觉 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款纸板夹真的买得过 因为我用下来呢觉得效果非常好 它加热很快 所以早晨赶时间的同学呢 这个我觉得还挺方便 在用它之前呢我有买过其他品牌的这种纸板夹 我觉得它的加热就是没有那么快 而且它的热呢没有GHD这么热 需要慢慢的去调 GHD的热度我也觉得刚刚好 不会说是太烫 那我这个是没有调节温度的 它的开关呢就在这个里面 打开它就能听到滴的一声 就是这样子的声音 那它好了之后呢就会滴滴两声 总的来说这个纸板夹 我个人觉得性价比还算是蛮高的 虽然它的价格比较贵 但是大家想一想我已经用了六年了 我觉得它已经回本了嘛 非常耐用 质量很好 而且加热的速度很快 并且自己用很容易上手 推荐推荐 另外一个呢就是GHD家的吹风机 那这款吹风机呢是它家最原始的那一款吹风机 只是我买了一个限量版 这个地方是玫瑰金的而已 那我买的时候呢它是带两个这种鸭嘴头 我都叫它叫鸭嘴头 是不是很像鸭子的嘴巴 它带两个这个头 我没有认真看另外一个 我就是用的这一个 可能是比较宽一点的 然后这个吹风机呢 它前面有一个就是吹冷风的 可以按下去吹冷风 然后后面呢它是有两个 上面那个红色的按钮呢是调节热度 它有两个热度是可以调节 下面呢是调节风度 也是有两个风度可以调节 我觉得非常不错 而且后面的设计呢超美的 我之前有分享过图片在我的微博上 我很喜欢它后面的这个地方设计 而且它不会夹头发 这个是我最喜欢它的地方 之前我长头发的时候用它呢 完全都不会夹头发进去 超赞 另外我喜欢它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风力很够很足 比我之前用的 Rimmelton的那一款风力要强很多 所以我第一次给雪儿用这个的时候呢 把它吓到 因为太大风力了 所以很快头发就会被吹干 即使是长头发 我比较喜欢像Hairs Alone那种 就是比较强劲一点的 很快就能把我头发吹干 这就在出饼干 它吹完头发之后呢 很神奇那个头发它是有一个光泽亮泽感在那 如果说我用普通的吹风机或者是让它自然干呢 那个头发是没有一个光泽感出来的 一开始我还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用了保湿的产品呢 但是我也有试过不用它让头发自然干 就没有那个光泽感出来 用了这个吹风机呢 就觉得头发的光泽感变得很漂亮 所以这个我也是很喜欢它的地方 另外有一个大家好像挺关心的 就是它的声音响不响 我其实个人觉得只要是吹风机呢 都会响 所以我不是太介意这个问题 那它的声音呢就还好吧 就是正常吹风机的声音 我可以接受的 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圆形的洞 那这个洞呢就是如果说你洗手间有一个挂钩的话 它其实就可以这么被挂在那里 很方便使用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吹风机 无论是外貌大小还有它的实用性 还有它吹完了之后头发的那个效果 我都非常喜欢 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使用GHD这两款产品的心得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吧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记得在下面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作为鼓励哦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 赶紧去订阅我的视频频道吧 谢谢大家观看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